慈善場合一盞歌喉 鑰匙工會全聯會大會 和食藥署長吳秀梅唱完 再連唱兩首 還和麗樂女神高家喻同台尬歌 甚至連歌手殿堂小巨蛋也登台過 音樂基因到最大一起嗨到爆炸 陳時中用音嗓詮釋台語歌 絲毫不輸記者會上的自信 那時候被戲稱是被防疫工作耽誤的歌手 受到這麼大關注自己也曾回應過 講一個開玩笑的話 就是說這種防疫要稍微輕鬆一下 被PO出聚會高歌影片 接著私下場合嗨歌也一波接一波翻出來 陳時中私底下聚會很熱絡 抗疫團隊撐過了本土疫情嚴峻期 負面消息卻連環報 從一扶會執行長王必勝的不輪鏈風波 到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翔遭換臉推薦撞陽藥 這次風向轉到部長陳時中 這些防疫擔當提前精力拍你當 TVBS新聞綜合報導